天还没亮 陆续有两三百位弟兄姐妹 来到教会祷告灵修 新北市江子翠行道会 从1月6日起展开 为期14天的清晨祷告 加上网路直播 约有500人一起聚集 为一整年的敬虔生活 打下基础 我们希望在每一年的 年初的时候 让整个教会重新聚焦在 神的身上 那么当我们聚焦在神的身上 我想神自己会吸引我们 调望弟兄姊妹 他里面的对神的渴慕 对神的爱 以及对神的信心 14天的清晨祷告 好像去操练我们的 属灵的肌肉一样 到祷告会当中 好像我们进入到健身房 有很特殊的一种氛围 还有很多健身的器材 让我们密集的 规律的而且比较 这个重量级的一个训练 陈跟灵修是老生常谈 但要在忙碌的都会生活中 养成稳定的灵修习惯 挑战不小 14天成岛它也是帮助我们 回到一个纪律的生活 就也可以帮助我们 在生活上的次序 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轨道 透过集体的力量 重新建立对神的信心 江子翠行道会15年来 固定在年初和年终举办 帮助许多弟兄姐妹 建立扎实的灵修生活 在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会发现说 我们常常在跟这个世界 一直在拉扯 所以我觉得清晨祷告 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可以早晨清静神 然后先充饱殿 然后再到世界里面去放殿 然后去做光作严 透过长时间蹲马步 操练基本功 基督徒的信仰自然有根有基 江子翠行道会近年来的扩展 其来有字 他们的经验值得参考